大家好,我是小柯,我是中国人,来自北京,我的职业是音乐人 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,但你一定听我写过的歌 在这儿祝BBC中文网的观众朋友,以及全球的华人 杨年,喜气洋洋,大吉大利,万事如意 今年过年我的任务很艰巨 因为今年是我的母亲八十大寿 我母亲是重庆人 所以我今年过年安排了我会带着母亲回到重庆 去和所谓的娘家人吧,一起去给她过生日 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生长的人 我赶上过计划经济的很多年 你知道现在当时是中国是计划经济 那什么东西是药片 对我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 中国只有在过春节的时候你才可以有票去买花生和瓜子 也就是说一年当中你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吃上花生和瓜子 所以那是记忆犹新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奶奶,我奶奶活着的时候 夏天我们家有一个大水缸,水缸有一人高 会买一水缸的馒头 当时没有冰箱,就把馒头放在那个水缸里 冻在院子里 馒头都是帮硬的 来客人就把馒头拿回来,一蒸就烦了 我每年的想法都是一样 平平安安 不要出任何的意外 这就是幸福